好啦各位歡迎回來植物大戰殭屍 那我們上一集呢買到了這個雙包向日葵 那待會老頭會試用看看哦 基本上呢這樣的總 total需要花費200的能量 那會提供兩倍於普通向日葵的陽光 感覺好像不錯用 所以就來試試看吧 然後呢這邊會有一個非賊殭屍哦 上一集有看到 應該說上上一集有看到 我不知道 這個怎麼對付哦 反正總之就來試試看 然後貓尾巢已經殞落了 不能使用了 但是這個 捲心頭 頭捲心菜頭手這是必要的 我們就把他帶上去 總共需要100點 那堅果牆也需不需要用到呢 其實我自己也不清楚 再看一下哦 而 需不需要地雷啊 應該其實這一關算會蠻簡單的 好像不太需要 到極端操作或幹嘛 因為 這是第五之一的第一關 讓你試水溫 應該是 先讓你了解這個非賊殭屍 他到底在幹嘛吧 他到底有什麼用處之類的吧 那我看一下哦 那就 帶一個 帶著這個好了 地雷也帶一下 以防萬一 辣椒不知道要不要帶 不管了 好 就這樣子吧 就這樣吧 哎 怎麼變成這個樣子啊 這怎麼回事 只能放這裡 這裡不能放 是故意的嗎 看來是故意的 很好 我們能放的位置已經被縮減了 哈哈 哈哈 說成這個樣子沒問題嗎 那這樣子我覺得放五排不就夠了嗎 不是五排啊 放五隻 放五隻就夠了吧 這個放這裡給他炸 哎 你還在爆炸我這個 我這個 花壇會不會爆炸啊 跟著爆啊 應該是不會吧 希望是不要了 看一下 先放一個看看好了 他應該是投直線的 我覺得 ok breeze breeze 還在嗎 哦 還在 還在 那就好了 沒事 沒事 嚇到 嚇到 投下去 快點 哎 這還有距離限制哦 那我放那麼後面幹什麼 哈哈哈哈 放什麼後面餵毛呢 放前面一點 大家可以想投就投 哎 不對 他可以投那麼遠哎 他限制是無限距離的啦 哦 哎 那我不能放雙重射手啦 放雙重射手幹嘛 他根本就射不到不是嗎 笑死 老頭在刷87的 耶 進化吧 好爽哦 把他全部都擺滿 這一關我覺得應該沒什麼難度啦 這個多餘的這個是多餘的超級多餘 多餘到不行 ok 全部都放這個投手就好了 投手全開 哇這什麼 耶 我要怎麼打啊 哦 他只是會把把我這個 撿起來而已哦 啊 無解嗎 沒關係 這關打完應該就會有相關非賊殭屍的一個 的攻略方式哦 內容之類的 好 ok 沒問題 一次生兩個出來啊 等你啊 哎 他把他吃掉 啊 哇 這是什麼鬼操作啊 他會刻掉啊 oh my god 打掉 哦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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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實在太刻薄了 他把花盆刻了 齁 完了 那這樣子我這邊能放的東西就有限了 靠 滿滿的惡意耶 啊靠被堅果槍 你堅果槍為什麼放那裡 你去死吧 你 居然 太令我意外了 這什麼鬼操作啊 好吧 啊 我大概知道怎麼玩 這個變成南瓜頭變得非常重要吧 對不對 南瓜頭超級神重要的齁 好 這邊放一個這個 你防萬一 幫我真的母湯 經過我強一定要放前面 不然真的母湯 哇他被偷走了 耶 耶 哈 他也是還放一堆 厲害的這個 哎呦 哎呦 完蛋了 我這一波 我這邊應該守不住了 這是真的守不住了 下面這邊 應該是準備要吃死了 保護他一下好了 我也只能這樣子 我 哎應該可以哦 這個把他炸掉 後面的那一隻我應該是有辦法對付 對 打完了 解數 算了嗎 壓死好了 哦 哦 希望的救贖 哈哈哈哈 可以製造盆栽了 太好了 好製造花盆了 天啊 嘿我的鄰居 我有一些新東西出售了哦 我 字毛 這這輛屋頂推車能加強屋頂防禦等級 這效果跟這個 清潔車一樣吧 池塘清潔車是一樣的吧 同樣的效果吧 夏夜 這什麼東西啊 把這些種在你的磁力菇上把他變成吸金菇 吸金菇會幫助你收集金幣和鑽石 這樣哦 把這些種在你的地刺上把他變成鋼鐵地刺 會有兩倍的攻擊力非常耐用 哦 覺得三千塊 應該先買這個比較保險吧 哎呀 我們還差 四百四啊 沒關係 先下一關 我現在沒有辦法 哎對哦 我們要查看一下這個非賊僵屍到底怎麼刻啊 從天而降偷取你的植物 他沒有 可攻擊的方式 那怎麼辦 實在是太科博了吧 怎麼可以這麼賤啊 好吧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一定要的嗎 結果我強 我先不要用那麼高級的 沒有那麼多 沒有那麼多給你啊 啊 這個地雷是一定要的吧 丟起來 等你來 我決定我要放 我要放十個 不要殊死我 因為我現在可以不斷的補我的花盆 可以避免花盆數不夠的問題啊 不過我現在遇到一個尷尬的事情 我現在還沒咬之前把他打死 應該是沒問題吧 不要把我花盆吃掉哦 我說你可以吃了是不是 好他可以吃他吃了 撕屁啊 菜放這裡 呵呵 丟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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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跳不過來的好嗎 我偷耶 偷很偷 偷 這麼偷 這麼偷 偷我的花 這麼偷啊 原果牆不夠 這樣我們只能 引真真的看他把他炸了嗎 放一個地雷好了 多少有點助攻 看還是不用了 贏了啦 我的量 就弄到一千一了 笑 要是 雙頭像日葵實在太強 這不盡讓我覺得雙頭像日葵有點不太需要太早拿出來使用 還可以省一格拿去做別的事情啊 拿到什麼玉米 什麼像殭屍頭質玉米利和黃油塊 搶不搶啊 不曉得 黃油塊可以讓他們幹嘛 跌倒嗎 多了一個梯子僵屍 他沒說可以幹嘛 看一下這個 輕微 花費100恢復時間短 中等 傷害輕微中等是黃油 投擲 黃油可以暫時困住僵屍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那跟這個菜 這傷害比較低 這傷害比較高 好吧 到後來再看看好了 好 那就這個樣子吧 沒有殘像日葵會死人 哇賽 這給太少了吧 這樣不太對吧 你給那麼少不行吧 所以說那個玉米豆 哦有了耶 哦 原來是這樣子哦 可是感覺挺隨機的啊 他並不是說馬上就丟呢 沒有很馬上耶 我覺得還行啊 他直接被定住好好笑啊 要是打不贏有沒有 就直接用這個給他定在那邊 感覺好像是每丟三下 會丟一個 奶油 之類的 越擺越多了哦 他爬上去 哦 原來如此 哦 我說你可以吃嗎 原來是直接爬上去這樣子啊 可以他這樣子 會讓其他僵屍一起爬嗎 他那個梯子不會消失哎 這個太邪惡了吧 直接把他壓死好了 他真的留梯子哎 他真的留梯子哎 卡 真的呢 哦 天啊 哦 天啊 超高 堅果強沒有屁用了 那是有隨便擺 隨便了 有我就丟 好吧 加減 哇塞 這也太突然了吧 不等了哎 不等的內 撐著點撐著點 來啊你就儘管吃啊無所謂啊 反正我要贏了 笨僵屍們 壓了你 嘿嘿 哦 死前還不忘吃了一下這樣 是嗎 小豆豆 噔噔噔噔噔噔噔 咖啡豆放在蘑菇頭上人把白天睡覺的香菇叫醒 啊 白天有睡覺香菇 什麼意思啊 白天睡覺的香菇叫醒 嗯 在白天睡覺 我可以用這個把白天香菇叫醒 需要75 啊就我只為了叫一隻香菇然後 我這麼搞剛就對了 吃力菇吧 吃力菇我覺得比較有叫醒的CP值哎其他我覺得倒還好哎 或是末日菇吧 哈 哭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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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他那個 好準備了 我怕 來了嗎 非常之害怕 只好先放一個鴨鴨精了 oh my god 好箱子往前推進應該穩穩的了 我覺得可以 噸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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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噸 把他吸下來快水啦 就是要這樣吸 十八拉吸 十八拉吸這樣吸 非常的十八拉吸啊 嫩 堅果強 堅果強跟那個 跟那個誰沒有什麼用而已啊 忘記了 好最後一波 哎呀 等你們衝過來我就先放個炸彈先 砰 哦這個直接從中間跳呢 哦 沒關係我再補 我就再補啦 好不好 可以不要那麼突然嗎 你為什麼要這麼的突然呢 啊 哇 這什麼水壺 水啊 拿到了水壺 這水壺可以幹嘛 現在你可以玩花園模式了 嘿 付錢後你可以使用這個灑水壺 為了表示祝賀我現在要送你禮物花園是你的了 首先我會送你兩盆花苗 把它們培育到 他們會因為你而熟悉照料回報你 祝你愉快 歪 然後呢 哈 你到底要咳幾次啊 好的你咳就好了啊 啊我這樣有辦法離開遊戲嗎 好像不行耶 有沒有感覺好像就是 無限輪迴的感覺啊 你的植物需要肥料才能生長 防衛商店 原來如此啊 這是給哪裡賺錢用的啊 即將推出這什麼東西啊 讓你一次最多交四個花盆 三百五哦 花園裡的植物 需要時不時的噴沙蟲季 才能整天都開心 太麻煩怎麼那麼多道具啊 我的天啊 這台唱片機能為花園的植物播放音樂 這會讓他們整天都保持好心情 全部都是花園道具啊 可以移動你的花 我覺得我還是先買那個 我是先買這個好了 這比較保險一點啊 我沒有我現在沒有沒有 閒時閒功夫搞花園這種東西啊 然後這個 他這個肥料是 免費贈送也是吧 他想辦法讓花開心耶 真的是 是吧 花園很漂亮對吧 你隨時都可以從主選單那裡 到這個花園 現在是時間保衛你的房子 我不得不警告你 你會討厭下一關的 為什麼 因為接下來是一個 接一個的非賊殭屍 我討厭這些糊塗的非賊殭屍 我恨他們 恨他們那種 執著 還有那種報復 啊那個白癡來了 哇 特殊關卡 哇連續三隻 哇哭啊哇 啊又來這一種的 還好我買了這個東西 不然我可能就要GG了啊 這邊現在連花盆也送了啊 所以可以準備放炸彈了 還有還好不是抓前面 放放放放放 來啊 挖蛋裡 好不好吃啊 就差這麼一點了啊 吃 你吃我咬 好你吃我吞 最後了最後了 再來一個花盆就可以 就可以解決了 算了把他慘掉好了 好再把他吃掉 把他慘掉 再放一個炸彈 欸沒有炸到 水喔 吃掉你 拿到了大蒜啊 好大蒜終於出來了 有人說小噴菇 十字噴菇配大蒜很強 把殭屍趕到其他前進的路上 殭屍怕大蒜嘛 所以說到時候小噴菇範圍很小 然後可以把他逼到小噴菇的那個攻擊距離 是這意思吧 好啦接下來呢 哇塞這些小命花哥 圖石車殭屍 感覺就很怕 好啦 不過我們今天差不多先在這裡結束這一集了 後面越來越 越來越難 越來越嚴格了 然後呢聽說 這遊戲呢 最多五十關 五十關結束之後就開始二周目 二周目好像會多更多新的殭屍以及一些新的彩蛋 比如說 會有雪 雪怪殭屍之類的吧 那麼我也不是很清楚啊 反正總而言之呢 繼續玩下去 一切都會 都會知道的喔 好不好 好啦先到這啦 如果喜歡影片呢 左下角訂閱右下角選外 下方留言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 直播大人殭屍再見了 拜拜 分享到這下方留言 預備 讚過 按讚 留言 按讚 按讚